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世界盃已經去踢完了 OK 那我們恭喜阿根廷終於獲得了冠軍 米希終於可以光榮退休了 OK 那各位同學 很多同學在這個世界盃的足球賽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球迷 四年一度的足球迷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通常女生就是看帥哥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踢足球 就是看起來就特別帥 對不對 男生剛好可以小小賭錢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小賭一琴大賭傷身 賭博好玩真的 但是你應該要知道賭博的真相 記得一件事情 只要你身為賭徒的一天 莊家一定有辦法從你口袋裡面 把錢全部拿出來 懂嗎 OK 莊家只要相信你的人性 然後再操弄所謂的賭盤的利率 就可以利用到我們所謂的莊家必贏公式 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只會贏 不會輸 OK 好那我問你啊 老師那我要怎麼贏過莊家 只有一招就不賭 不賭我就會贏 好來 那我們首先知道一件事情 莊家的賭局通常來講話就是所謂的零和賭局 莊家的賭局通常來講話就是所謂的零和賭局 OK 要賺錢就只能從你這邊挖啦 不然要從哪裡挖對不對 而且很多賭徒都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一定會戰勝莊家 所以你看很多的影片 戰勝莊家去書店裡面看到很多書 教你如何戰勝莊家 各位同學你不是戰勝莊家 你是戰勝全人類的智商 你把以前那些數學家都放在哪裡 懂嗎 那有一些那些賭徒很厲害 哇我知道這個球員啦 腳能力好像跟他多手 好像你住在他家隔壁一樣 對不對 我對每個球員寮若執掌 我對每一個球隊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非常清楚 理所當然可以在比賽期間 我們獲得一個非常大的收入 但是你要記得一些事情 那些博弈公司 他重點根本就不是在比賽 他重點是在什麼 人性 懂嗎 你以為他看的是比賽 你以為他看的是球隊 NO 他看的是什麼 人性 對啊他根本不會關注這場比賽 誰跟誰踢 我可以告訴你啊 今天世界盃不管誰拿冠軍 對他來講根本就沒差 因為他一定會賺錢 他也有所謂的上帝視角 重點在於他的賠率的設置 讓莊家永遠穩賺不賠 還記得澳門賭榜何鴻生嗎 他曾經有勸他朋友說 你少賭啦 你不要賭那麼多啦 因為如果你們不輸的話 我怎麼會變億冠富豪 懂嗎 就是因為你們輸我才有機會 OK 所以記得 莊家天生就是一個零和的博弈 零和博弈 好啦 那世界盃還是結束了 看到你玩這麼開心 那我又要來去講一個東西囉 我們叫做莊家必贏方程式 哇來了來了 各位同學非常興奮 老師莊家怎樣必贏 莊家必贏方程式 莊家必贏方程式 到底莊家要怎樣去贏 這個公式非常簡單 基本上我們用國中數學來舉題就好了 好不好 來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阿根廷 老師你又要講這一題 你又要講這一場 我都還在天台上面還沒下來 對啊 阿根廷對法國 好來我們去猜勝負 來譬如說像如果舉台灣人的例子 台灣人的例子 台灣人一定全部all in阿根廷的比較多 對不對 那譬如說我們今天開的賭盤 比如說阿根廷 他是他的賠率 我們就寫賠率 我們就寫賠率 等一下喔 我們就寫賠率 賠率叫做1.5倍 簡單來講我給你100塊 你可以贏150塊 那法國獲勝呢 他就是2.5倍 我給你100塊 你贏的就是250塊 當然我不知道正確賠率啦 為什麼 因為我這次沒有投注 我都沒有投注 這場比 這場世界盃我一毛錢都沒有去投注 當然呢 這邊我們扣掉所謂的核舉 我們只有考慮贏跟輸 我們扣掉核舉 因為如果加了核舉的話 變數會更複雜 而且偷偷跟各位講 如果你加了核舉 莊家贏錢的機會大增 因為你開始有三個選項 懂嗎 OK 好 來那這個時候呢 老師我要怎麼去調整這個賠率呢 我要怎樣去獲得那個方程式呢 簡單來我們首先要有投注總額 不是你投注喔 是整個的投注總額 阿根廷投注總額叫X 法國的投注總額叫做Y OK這樣可以了嗎 來我們今天要證明一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的狀況 我一定會贏錢 我是莊家 我一定要贏錢 OK這個時候我們要開始來解題囉 來我們針對這個事實來開始解題 OK好來所以解題 首先我的投注的總額 它是X再加Y 投注的總額是X加Y 今天如果阿根廷勝 我要去付出多少錢 1.5倍的X OK 那法國要取勝 我們要付出的總額是2.5倍的Y OK 今天我要贏嘛 所以我必須要滿足這個式子 就是我的投注總額 如果今天阿根廷贏的話 我要大於我所賠出的總額 OK 我的投注總額 要大於如果法國贏的話 這個總額 我只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我是不是莊家就一定會賺錢 對我們就開始解這個 這個叫做2元一次方程組 聯力方程組 各位同學這個在高二就有學到 高二嗎 對沒有高一其實就有講到 高三會講的比較細 高一就有講到 高三會講的比較細 高三會講所謂的線性規劃 OK 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嗯 來這個時候 Y要大於誰 Y要大於0.5倍的X Y要大於0.5倍X 這裡丟過來 變成X 可以喔 要大於這是1.5倍的Y 換句話說 我的Y要小於 這個叫做1.5分之 X 1.5分之X 所以大概是1.5分之1 大概是0.66666 我就寫0.67 好 0.67個X 來 所以各位同學 現在有這個條件 巴巴 也有這個條件 巴巴 兩則 麻煩你 取交集 換句話說 我的Y要大於0.5倍的X 要小於0.67倍的Y 沒錯 這個公式就成立了 這個公式就是我們的莊家必勝方程式 這個公式就是我們莊家 以這個賠優來講的話 莊家必勝的方程式就在這裡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買阿根廷的錢 只要他會借在這個範圍內 這個是0.67X 我寫錯了 0.67個X 不是0.67個Y 不好意思 寫太快了 好寫太快了 這是0.67個X 哎呀寫錯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投注阿根廷的錢 的總額 和投注法國錢總額 只要滿足這個市值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莊家一定會賺錢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哎老師 誰規定一定會這樣投注 懂嗎 如果今天不是每個人都按照這樣投注怎麼辦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今天這個這個 投注的金額 大家都是一樣的 投注阿根廷總共投了100塊 投注法國也投了100塊 OK 好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今天是法國 如果今天是阿根廷勝 我跟你講阿根廷勝是小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的答案就是總共是200 扣掉1.5倍的100 扣掉150 扣掉150 這個時候呢 他是正50塊 但是如果今天是法國獲勝呢 總共投注的總額是200塊 但是扣掉250塊 會變成-50塊 老師輸50塊而已嗎 莊家-50嗎 欸不是-50耶 不是-50耶 你一個人是-50萬 -50億耶 我可以告訴你 跑路跑定了 欸那怎麼辦 我還有一個方法 我去買通法國的球員 讓法國一定要輸 這也是很多球迷在看球過程當中 很多賭徒在看球過程當中 哎那個一定踢假球啦 那個一定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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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唉 我可以告訴你啊 那種博弈公司雖然黑啊 但是沒有黑到這種地步 沒有如此到這種地步 為什麼 因為他不需要做這種事情啊 做這種事情你看風險這麼高 萬一被抓出來是博弈公司做這種事情 他博弈公司也不用開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用什麼招式 來這個時候還有一種招式 叫做右盤的方式 右盤的方式 什麼叫右盤的方式 我去吸引大家來投注 我去吸引大家來投注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常用方式 有所謂的高水右盤淺盤右盤 還有滴水右盤三種 好這個名詞你不用理他 反正簡單來講 好就是我讓玩家買個便宜 覺得投注的時候佔個便宜 但是實際上是掉進陷阱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通常來講的話 在強隊或者是大家比較熟知的隊伍上面 比如說像有什麼場次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好不好 比如說葡萄牙 隨便舉個例子 葡萄牙打摩洛哥 你們都不守摩洛哥啊 甚至有些人摩洛哥在哪裡都不知道 葡萄牙C羅好帥 這個我們比較強 那他一定比較強 我們全部把錢投注在他身上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只要莊家去調整 那個所謂的賠率 那有些所謂的初級的一些賭徒 就很容易上當 然後去撿個便宜 對不對 這種東西其實常常見 你有興趣的話 你去預彩店 因為我們的預彩店的盤 是跟著所謂的大盤賠率 OK 所以 我們來試試看 譬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是A隊和B隊 你可以在他的那個前一天去看 前一天去看 譬如說 A隊獲勝是1.7 OK 譬如說B隊獲勝是2.2 我譬如說我舉這個例子好了 好你去看 我舉 你去看 來 他的賠率會做變化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A隊1.7 B隊2.2 相較之下 A隊是不是一定是比較強隊 或是比較熱門的球隊 B隊是不是一個比較弱的隊伍 所以我的錢 一開始他們就認為說 A隊他比較容易贏 所以我們的賠率開低一點點 B隊比較不會贏 所以他的賠率開高一點點 你去看 他的賠率很有趣 如果譬如說1.7 他會慢慢開始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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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滿足我這個狀況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發生這樣狀況的時候 為什麼 欸老師我怎麼它會提高 很簡單 因為錢全部在B這邊 所有的投注的總額都在B這邊 A反而比較少 所以我把它開高一點點 來 假設你再過了半天 你去看 它調漲到1.8 它調漲到2.05 這個時候你會告訴自己一個問題 就 欸老師 它的賠率提高 強隊的賠率居然提高 代表什麼意思 欸 代表我投強隊我贏的錢會多欸 多了10%欸 不是多10塊喔 如果你可能投注100萬 或是投注2萬塊 你可能贏的錢會更多 這個時候呢 開始就會有人就覺得說 嗯 那不然我把錢投到A隊來 這個時候的金額就會慢慢回流到這裡來 反正不管怎麼流通 一定要滿足這一個市值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 當然有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1.7慢慢下變變1.6 1.5 1.4 代表什麼 欸 錢全部投強隊嘛 懂嗎 所以我們一樣利用這樣的方式 只要讓它去滿足這一個市值就好了 只要滿足這一個市值就好了 OK 來 各位同學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很多同學每次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會思考一個問題 這樣包含很多的朋友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台灣會有什麼 賄賂球員啊 收買球員啊 打假球啊 甚至還自己創一個球隊 專門打假球 原因很簡單 因為賭盤不是台灣人開的 賭盤是大盤開的 台灣人是沒有辦法去操縱賠率的 懂嗎 如果今天你是莊家 我還可以操縱賠率 那我操縱賠率就好啦 我幹嘛還要去冒風險 我幹嘛還要叫你去打假球 我幹嘛還要叫你去 譬如說買通裁判之類的 它是不需要的 我只要調重賠率 反正一天有這麼多場比賽 各位同學 你去記得一件事 尤其是足球 基本上這個地球自轉 繞著太陽在轉 太陽光只要照射的地方 一天24小時都有所謂的聯賽 對不對 上海 你看有球賽 日本也有 對不對 澳洲也有 太陽在跑了 那個太陽在繞了 再來到美國也有 到了英國英超 對不對 到了俄國 一甲一乙 西甲西乙很多的球賽 對不對 然後再繞到土耳其 土耳其也有聯賽 這樣一直繞繞繞 香港也有球賽 對不對 所以各位同學 光足球 我跟你講全台 全世界都有足球賽 24小時都有足球 可以看都有足球下注 我只要保證 我今天出現的所有比賽的 總共是賺錢的就好了 博弈公司根本不需要去做 比如說買通的動作 這個一點都不需要 我只要調整賠率 所以你會發現事情 對莊家而言他一定贏錢 因為他只要調整賠率就好 你看到都只有這些選項可以去選 OK 可以喔 照你這樣講的話 台灣人也可以自己操縱 我跟你講喔 一個團隊他如果今天要去開盤 他必須要有操盤手 必須要有精算師 必須要甚至要心理學家 求評這些都需要 懂嗎 根據什麼來去計算 根據賠率啊 投注額啊 然後我們來去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確保莊家一定會贏 可是呢 就很簡單嘛 你必須要有這麼多的人才 來去組一個團隊 然後來去開盤 背後還有龐大資金 因為不可能每天都賺錢 也有的時候可能會輸錢 但是譬如說 我今天雖然我們的總共的盤是輸的 沒關係 我整個月是賺的就好了嘛 所以記得十讀九書 業餘的怎麼會玩過專業的 普通人怎麼可能玩得過數學家 懂嗎 沒有莊家必贏公事 莊家是不敢賭球的 大賭疫情 大賭上升小賭疫情 剛剛講錯 大賭上升小賭疫情 不賭最好啦 懂嗎 不然你每次去天台上面 怎麼全部都是人 大家都在等耶 想靠賭球贏錢人 一定是 我跟你講不是腦袋有問題 就是數學太差 才會做這種事情 老師你自己賭不賭 有時候我會賭啊 對啊 比如說我喜歡阿根廷 我就買法國瑜 阿根廷輸球 起碼我有贏錢 還沒有那麼難過 我跟你講那會跳樓都什麼 你喜歡阿根廷 你又種住阿根廷 阿根廷輸我跟你講 人生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all in 當然我覺得投個比如說 100塊200塊300塊 這樣小買個彩票運動彩券去玩 OK不要賭身家 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那個生思思電影 都告訴你賭錢 不要賭身家 賭自己開心就好 OK 那我我的我的參考方式 你可以用用看 好不好 我的方式可以用用看 對不對 我喜歡A我就賭B 我喜歡B我就賭A 反正我會贏錢 至少沒有這麼難過嘛 這種正負抵銷就不會那麼難過嘛 好吧 所以讓各位同學大概知道 這種公式 莊家是如何去操縱賠率 讓他保證他要穩賺錢就好 所以你們在買 你要記得賭博 他是一個娛樂產業 就是我們花錢買一個開心 就好 他們提供這個服務 讓我們去開心 就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今天課程 就到這邊結束 想要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 訂閱分享 想買有新的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 我是李翔 有問題 我們下面來討論吧 記得天還很冷 趕快下來 OK 掰掰